小说 丹武双绝 作者 飞翔蜗牛 第2841-2860章 丹武双绝 第2841章 笑 正在处理事情的秦明 长舒了一口气 总算把云城联盟重要的事情都给处理完了 可以先休息一下 但还没等他把这口气吐完 就有一位云城联盟的舞者抱着一大堆宗圈走了进来 看着这些宗圈 秦明只能喝了口茶 准备继续处理 现在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龙镜后期 现在闭关修炼 速度极慢 只能偶尔闭关 用时间慢慢地去磨 所以 除了炼制丹药之外 秦明比以前用在舞蹈修炼上的时间 要少上不少 最关键的是 他才刚刚进阶龙镜后期 若是在如同以前一样修炼 会造成根基不稳 刚刚进阶龙镜后期 他需要一段时间让自己沉淀下来 现在时间很宝贵 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 既然还有宗圈 那就先把他们处理了 舞者把宗圈搬来之后 放在了他桌上 而后恭敬地离开 秦明翻开最上方的宗圈 最上方的事情是最重要的 所以先处理他们 看着上面所讲述的是 秦明疲惫的脸上慢慢绽放笑容 其他几个副盟主 都在处理各自的事情 见到秦明发笑 都抬起头来 秦明可谓是为了云城联盟的发展 为了对抗独魔势力 操碎了心 自从云城联盟建立以来 他们还从来没有见到过秦明这么开心过 现在云城联盟的地盘扩大 表面上看起来形势一片大好 但所有的副盟主心里都没底 对于天龙世界 他们再清楚不过了 天龙世界是由那些势力掌控 云城联盟虽然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杀了一些龙镜武者 可是那些势力的实力 没有多大损失 而且因为在云城的杀戮 云城联盟和那些势力 已经是不死不休了 表面上秦明已经不在乎独魔势力 不在乎天龙世界的未来 要和那些势力鱼死网破 可实际上 秦明比其他人想象的 要成熟很多 看似疯狂 其实都是按照计划行事 打从心里 他们对云城联盟的未来担忧 秦明肯定和他们一样 也在为云城联盟 为天龙世界的未来担忧 秦明拿着宗券抬起头 笑道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因为完美涅槃丹的原因 云城联盟在天龙世界各个城池开设的分布 都已经人满为患 无数的舞者想要加入到云城联盟来 其中有不少交进巅峰舞者 还有一些龙镜强者 我们云城联盟的实力 马上就能更上一个台阶 闻言 几人都是一惊 接过秦明手中的宗卷 仔细地读阅 看完连人大笑好 这样我们就不怕那些势力了 只要我们能拖下去 等到把他们的实力提升到龙镜 鹿死水手游未可知 那些势力是什么模样 连人很清楚 他们不可能全心全意地与云城联盟为敌 只要拖时间 再加上云城联盟的实力再增强 那些势力很快就会分崩离弃 有了打败他们的威势 说不定云城联盟真的能够一同整个天龙世界 单五双绝 第2842章 三成把握 作为云城联盟的副盟主 连人做梦地想要看到有一天 云城联盟能够统一天龙世界 现在 哪怕他对权力不像以前那样热衷 可云城联盟是他一点点建立起来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每个做父母的 都希望孩子能有出息 而让云城联盟统一整个天龙世界 那就是最有出息的事情了 连人非常期盼 其他几个副盟主也是大笑不止 等众人笑过 秦明脸上的笑容还没有断 他收起宗卷 倒没有想到完美涅槃丹比我想象的效果还要好 又叹了一口气 普通舞者修炼实在太过艰难 等到达到焦境巅峰 他们身体已经老朽 已经无法突破焦境 达到龙境 而服用完美涅槃丹之后 还是有很大的风险 但在完美涅槃丹的帮助下 他们还是很有可能晋升龙境 普通舞者想要突破到龙境 实在是太难太难 整个天龙世界 无数的城池 无数的宗门 无数的顶尖势力 这些顶尖势力 大部分都有龙境舞者 而普通舞者中有多少龙境舞者 勤明保守估计只有三千到四千人 要知道 天龙世界大部分舞者 可就是那些犹如扶贫一般的普通舞者 他们的基数最大 但最终达到龙境的人数 确实比那些势力少了很多 当然 也有一些普通舞者 成功晋升龙境 而在他们的努力下 建立出一个顶尖势力 但实际上 普通舞者想要建立一个顶尖势力 是极其困难的 需要花费巨大的心 利益及时间 才能得到以前的老牌顶尖势力的认可 一个顶尖势力 可不是只要有龙境舞者就行 顶尖势力虽然最重要的是龙境舞者 可是光有龙境舞者 根本不能养活一个庞大的势力 是啊 这也是为什么普通舞者 在知道我们云城联盟有完美涅槃丹之后 就义无反顾地加入 连人也是感叹道 可惜了 完美涅槃丹也只有三成的把握 让他们成功突破交进巅峰 秦明遗憾道 涅槃丹可以帮助舞者突破交进 而完美涅槃丹的效果更好 哪怕是那些顶尖势力 对完美涅槃都是渴望而不可求 但是突破交进 最终还是需要舞者自身的努力 完美涅槃丹只能起辅助作用 而普通交进舞者 往往都是年纪极大的老人 在身体已经腐朽的情况下 哪怕是服用了完美涅槃丹 也是只有不足三成突破交进巅峰的可能 听到秦明的话 连人确实到三成已经很多了 想我当时突破交进巅峰时 也只有三成把握 能够有三成希望 这些人是幸运的 想要达到龙境 除了天赋 实力资源之外 运气也很重要 只希望他们能多一点晋升龙境 如此一来 云城联盟的实力将会更强 其他副盟主也是纷纷附和事啊 三成突破交进已经是极大的概率了 我当初突破交进的把握 还达不到三成 我也是 现在想想 当初突破交进 真是运气 每一个能够突破交进的舞者 都是九死一生 丹武双绝 第2843章 情报速度的差距 文言 秦明微微点头 并不是所有的舞者 都有他这么深厚的底蕴 他们突破龙境 都是需要九死一生 也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天龙世界的龙境舞者 才那么稀少 身份才如此高贵 虽然突破交进极其困难 但还是有无数舞者 飞蛾扑火 或许这就是舞者的执着吧 要是我能炼制一种丹药 让舞者有时辰把握 能突破交进就好了 想到这 秦明苦笑地摇了摇头 他现在的炼丹实力 虽然整个天龙世界 无人可及 可想要研究出一种 让舞者 能够时辰突破交进 根本不可能 现在天龙世界的龙极丹药配方 大多是从秘境 或者是从其他世界流入进来的 天龙世界的炼丹师 还没有谁有这个能力 研究出龙极丹药配方 秦明也没有这个实力 并不是 我没有这个能力 而是我对丹药的研究太浅 一直重点关注的方向是舞蹈 想着自己的炼丹实力 秦明自信地一笑 虽然他现在没有这个实力 但秦明相信 只要他肯花费时间 未必就不能炼制出新的丹药来 炼丹的事情先放一边 现在他最紧要的是 打败独魔势力 保全云城联盟 秦明注意力 又集中面前的宗卷上 翻开下一份宗卷 上面记载的消息 让秦明直皱眉头 那些势力的龙镜舞者 开始在其他州频繁活动 看来是要集合其他州的势力 与云城联盟对抗 听到 秦明的话 几个副宗主心中一惊 连忙看向宗卷 飞速地看完后 连人惊呼道难道是因为完美涅槃丹的原因 让他们看到了威胁 所以想要集合更多的龙镜舞者 予以打败云城联盟 秦明不确定的点头也许是这样 但不管是什么原因 现在那些势力在拉拢其他州的龙镜舞者 接下来 我们云城联盟将会十分危险 刚当一个好消息 现在有得到一个坏消息 让本来很好的心情 瞬间变得糟糕 云城联盟的情报 还是太慢了 那些势力 已经得到了我们云城联盟的情报 已经开始行动了 我们才慢慢得到他们行动的情报 看着两份宗卷 秦明脸色更加不好 云城联盟在其他城池分布 自然能够把情报传上来 而那些分布的一举一动 都在那些势力的眼皮底下 所以 云城联盟分布发生的事情 第一时间肯定也被他们知晓 云城联盟分布发生的事情 那些势力比他们还要先不不得到情报 而且已经行动了 云城联盟才能收集到情报 云城联盟的情报传递速度和收集速度 与那些势力相比 差了不是一星半点 而情报在战争中有多大作用 可想而知 云城联盟建立太短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虽然对云城联盟情报传递速度不满 但秦明知道 底下的武者已经尽力了 只是因为云城联盟建立太短 情报组织比起那些势力来 差了很多 这也是云城联盟和那些势力的底蕴差距 是不能在短时间弥补的 单舞双绝 第2844章 白白损失 秦明细细地思索了一番 倒把云城联盟的分布都撤了 让他们隐藏在暗处 专心收集情报 只留一两个人在城池内招收普通武者 这样就算那些势力不顾一切的攻击云城联盟分布 我们也损失不大 到现在为止 那些顶尖势力并没有攻击云城联盟在城池内设立的分布 原因很简单 一个城池往往是由多个顶尖势力共同掌管着 而城池内的规矩也是他们一同定下的 若是他们攻击城池内的武者 就是公然破坏城池的规矩 如此一来 肯定会让城池内的普通武者人人自危 极大的影响城池的发展 而那些势力 平日的开销 以及积累资源 都要依靠普通武者 若是城池内的普通武者 大部分都离开了 那么城池的经济 立马就会变得极差 这绝对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 只是一个云城联盟分布而已 就算把它覆灭了 对云城联盟损失 也是微乎其微 而自己的城池却是损失惨重 这明显是杀敌一百 自损一千的事情 脑子正常的人都不会这样干 但接下来 云城联盟将会与那些势力 有着一场旷日持久的京市大战 谁也不能预料会发生什么 还是让云城联盟分布都隐藏起来为好 分布本来人手就不够 现在还要让大部分武者隐藏 那么我们招收武者的速度 岂不是变得更慢 连人为难地说道 在其他城池工作的武者 少部 分是云城联盟交进武者 大部分是连交进都没有达到 是云城联盟早期招收的实力较差的武者 其实这些武者死了 对云城联盟的实力 并没有多大的损失 而让他们隐藏 那么招收武者的速度 肯定会变慢 变慢一点 就变慢一点吧 秦明表情平淡道 先让他们重点招收荣进武者 而后世交进巅峰武者 这样也能给情报人员减轻压力 若是他们真的忙不过来 就让那些 武者来云城来 若是他们千里迢迢到了云城 那么 哪怕他们品性差一点 但既然已经表了决心 我们可以先让他们加入 以后再考察品性 加入到云城联盟之后 再考察品性 就不是考察武者的过往 而是考察他们 在云城联盟的表现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 是听从云城联盟的命令 那些不听从命令的武者 哪怕实力再强 云城联盟也会把他们驱除出去 文言 连人担忧到这样一来 很多交进巅峰武者 会为了一颗涅槃丹 加入云城联盟 再突破到龙境之后 立马就离开 云城联盟开出的条件 可是加入云城联盟 就能够得到一颗完美涅槃丹 而且云城联盟向来 对主动退出联盟的武者 不会有任何阻拦 若是不考察他们的品性 岂不是会让很多交进巅峰武者 加入云城联盟 得到完美涅槃丹之后 立马就离开云城联盟 岂不是让云城联盟 白白损失一颗完美涅槃丹 单舞双绝 第2845章 疯了吗 听到连人的担忧 秦明微微一笑 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算有人得到完美涅槃丹 晋升到龙境之后 不加入云城联盟 我并不觉得亏了什么 只是一颗完美涅槃丹而已 对我来说 也就只是花费一点时间而已 再说 他们始终是天龙世界的武者 就算不加入云城联盟 在独魔势力来袭时 多多少少能够抵挡一下 天龙世界的实力越强越好 天龙世界的实力越强 那么与独魔势力战斗 就越占优势 若是整个天龙世界 只有云城联盟 才有龙境武者 那么和独魔势力战斗 云城联盟 几乎是必败无疑 分散在天龙世界的龙境武者 虽然不可能正面对抗独魔势力 但是能够让独魔势力 分出一部分精力 虽然云城联盟 对独魔势力的威胁最大 独魔势力席卷整个天龙世界时 多半会重点对付云城联盟 不过独魔势力 也不会对其他龙境武者掉以轻心 独魔势力是所有天龙世界武者的敌人 又有猎魔者协会发布悬赏 可以说每一个独魔武者 都是行走的资源 若是天龙世界的武者 有机会能够杀死独魔 他们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这无关乎是否心怀天龙世界 而是利益使然 若是如此做 就相当于在鼓励交进巅峰武者 加入云城联盟 得到完美涅槃丹之后离开 是否有些不妥 一位联盟副盟主小声地说道 秦明笑道没什么不妥 我就是鼓励他们 来云城联盟 骗一颗完美涅槃丹 当然 若是那些势力的人 我们绝对不能把完美涅槃丹给他们 而且 在他们要加入云城联盟之前 就要把规矩告诉他们 若是那些势力的武者 赶来云城联盟坑蒙拐骗 当场诛杀 听到秦明的话 连人若有所思 其他副盟主 似乎也有所领悟 忽然 连人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 而后满脸佩服 盟主说得对 我一定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 连人站起身来 拱手道 他总算想明白 勤明地打算了 在连人自己眼中 把每一颗完美涅槃丹 都当成绝世珍宝一样对待 所以平白无故地送给普通舞者 心中当然会很不舒服 除非是疯了 否则不会有谁把这种级别的珍宝 白白送人 一颗完美涅槃丹 有很大可能培养出一位龙镜舞者 而龙镜舞者 是天龙世界最强者 每一个势力 都把龙镜舞者 当成压箱底的宝贝供奉着 而舞者突破交近极难 失败就是死路一条 若是有一颗涅槃丹帮助 成功的概率会打伤很多 所以市面上 涅槃丹是有价无市 而完美涅槃丹的价值 就更高了 如此珍贵的完美涅槃丹 在连人心中 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 所以他才一时间不能接受 勤明把丹药白白送出去 当然也没有想过 把完美涅槃丹送出去的好处 他不会朝着这方面想 其他副盟主更不会如此了 但是 勤明坚持要把完美涅槃丹送出去 连人就开始考虑 勤明为什么要如此做 丹武双绝 第2846章 争夺时间 作为云城联盟盟主 云城联盟之所以能够发展得如此快 勤明鞠躬至尾 无人能及 以前勤盟主从来没有如此糊涂过 那么这一个看似荒唐的决定 肯定不是胡乱说的 连人细细思索了一番好处之后 才发现 勤盟主这样做 是唯一一种 能够把完美涅槃丹的好处 发挥到最大的方法 确实勤盟主把珍贵的完美涅槃丹 白白地送给那些普通舞者 看起来损失惨重 但是人心都是肉掌的 吃人的嘴短 男人的手短 那些普通舞者 拿了云城联盟的一颗价值连城的 完美涅槃丹之后 很难做出 拿了丹药 就直接离开的事情 若是换了连人自己 他若是只有交境巅峰 在一个势力给他完美涅槃丹之后 却不要求 他做什么事情 那么他服用完美涅槃丹 突破交境 达到龙境之后 十有八九 就会加入这个宗门 所以 真正拿了丹药 不加入云城联盟的舞者 应该很少 而秦明这个命令 却是能给云城联盟 带来极好的名声 这相当于云城联盟 免费发放完美涅槃丹 如此惊天消息 足以让所有人彻底改变 对云城联盟的看法 若是再美化一番 宣传说云城联盟 之所以免费发放完美涅槃丹 是希望舞者 能够尽可能地提高实力 能够在独魔势力来袭时 保住自己性命 如此一番美化 云城联盟的名声 将会上升到一个 无人能及的地步 其他势力 若是想在名声方面 超过云城联盟 除非打败了独魔势力 或者也如同云城联盟这样 发放大量与完美涅槃丹 同等价值的物质 而且这样一来 那些势力再怎么宣传 云城联盟的流言蜚语 也不会有丝毫效果 毕竟那些普通舞者 虽然容易随大流 但并不代表他们傻 真金白银的完美涅槃丹 拿出来 足以说明一切 把完美涅槃丹送给他们 可以换得云城联盟 一个好名声 也能在短时间内 招收到一大批龙镜舞者 但他们并没有解决 我们接下来所面对的危机 秦明沉着脸道 文言 所有的副盟主 都开始思索破局之策 交进舞者晋升龙镜 不可能服用涅槃丹 瞬间就能晋升 而是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 战争可以拖很长时间 也能在短时间结束 那些势力只要不傻 不可能让他们拖着 肯定是速战速决 看到众人久不说话 低头沉思 秦明问到连人 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连人摇了摇头盟主 他们肯定能够分析出 各自的优势 同时也分析出 各自的劣势 若是他们有信心 以两州之力 把我们云城联盟吃下 绝对不会急着 让其他州的势力参与进来 现在他们想的 肯定是以雷霆手段 直接把我们云城联盟灭了 绝对不会让我们拖很长时间 连人实在没有办法 那些势力清楚 云城联盟的底细 云城联盟也清楚 他们的底细 根本没有办法使用阴谋 对方这是堂堂正正的阳谋 云城联盟 也只能堂堂正正的去接 《丹五双绝》第2847章 秦明的一个神秘计划 那些势力 现在就是在欺负云城联盟 抵运太前 哪怕有秦明的完美丹药 也是需要时间 才能把这些资源 转化为实力 云城联盟 现在缺少的就是实力 之前云城联盟之所以低调 是因为云城联盟的实力不够 为了不引起其他势力的主意 才低调发展 而现在之所以高调 是因为现在云城联盟的发展 受到了阻碍 又因为独魔势力的关系 云城联盟只能铤而走险 现在云城联盟 已经展现了自己的实力 让那些势力看到了致命的威胁 因此 那些势力不铲除云城联盟 估计连教都睡不好 两个势力对拼 算计来算计去 最后还是需要 真刀真枪地干一场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 狠狠地说道 他也没有想出办法 反云城联盟的实力 在其他州招揽人手 而云城联盟 却没有办法短时间内提高实力 看着众人没有办法 秦明皱着眉头 沉思着 办上 他叹了一口气道 看来我们得放弃一些东西了 盟主想到办法了 连人一愣 高兴道 秦明点点头我有个办法 能够打败那些势力 不过需要消耗不少时间 可能云城联盟会损失不小 什么办法 几个副盟主都很好奇 现在只要有办法就行 损失一点也无所谓 在如此艰难的时刻 谁都不会天真的认为 云城联盟还能和以前一样 以微弱的损失 战胜那些势力 云城联盟之所以连 战连胜 占领了四十座城池 完全是阴 为那些势力的轻势 吃了几次亏之后 他们已经学聪明了 不可能再有那么好的机会 众人商量到天亮 几个副宗主神色凝重地离开 去组织云城联盟舞者 配合秦明刚刚说的计划形式 以迎接接下来的大战 云城联盟在准备着 在安抚着新得到的城池 而那些势力 在其他州召集龙境舞者 一时间 除了无数交境巅峰的舞者 正前往云城以外 整个天龙世界平静了下来 但谁都知道 现在天龙世界 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而已 一旦爆发战争 将决定整个天龙世界的未来 送走了副盟主们 秦明本来打算去炼制一些完美涅槃丹 以防止来的舞者太多 涅槃丹不够 刚刚打开房门 一位云城联盟舞者 一位云城联盟舞者 站在了门外 什么事情 秦明淡淡道 夏方 夏会长在外面求见 舞者恭敬道 夏方找我 略微一想 秦明猜到了对方的来意 你去请他进来吧 吩咐完 秦明回到房间 倒了两杯茶 茶刚刚七好 夏方就已经到来 他脸上虽然带着笑容 可能从他眼底 看到一丝丝隐藏起来的忧虑 秦明招呼他坐下 两人开始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 聊了一会儿 秦明直接开口到不知夏会长 找我有什么事情 这 听到秦明坦然地问话 夏方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端起桌上的茶 饮了一口之后 才终于把来意说了出来 丹舞双绝 第2848章 愤怒 秦盟主 独魔势力的实力与日俱增 很有可能 他的实力 比整个天龙世界的 都还要强大 我们若是现在 集合整个天龙世界的力量 予以对抗独魔势力 说不定以天龙世界的底蕴 能够击败独魔势力 夏方早就准备好了措辞 干脆心一横 把准备好的话说了出来 文言 秦明淡淡地摇头到 你觉得可能吗 我们有可能把天龙世界的力量 都集合起来吗 听到秦明的反问 夏方不知所措 他当然知道 这根本不可能 那些势力 绝对不会简简单单地听人命令 就算整个裂魔者协会 和云城联盟联手 组建一个抗击 独魔势力的联盟 他们也不会加入 若是真的这么容易 把整个天龙世界的 龙境舞者 都集合在一起 那么独魔势力 早就被消灭了 也不会等到今天 独魔势力越强 那些势力 就越不会主动出手 都会想着 让其他人去对付独魔势力 他们坐享其成就行 反正独魔势力的事情 又不是一家势力的事 而是整个天龙世界的事 天塌了 有高个子顶着 躲在一旁 看着高个子顶不住了 他们再去收拾 这才更加符合他们的利益 可谁又愿意做那个高个子呢 所以 天龙世界 其实早就已经没救了 无论我如何做 都是一样 秦明淡淡地开口道 文言 下方脸色苍白 秦明和他合作过 整个天龙世界 最有希望对付 独魔势力的 就是云城联盟了 现在秦明如此说 很明显 他已经放弃了 对抗独魔势力 放弃了天龙世界 我们不能放弃 哪怕有一丝希望 我们也不能放弃 下方激动地站起身来 大声地道秦明 振作起来 我们未必没有机会 千年前 整个天龙世界 武者数量实不存一 武道之路都差点断绝 最后还是打赢了 独魔势力 看着激动不已的下方 秦明淡淡地端起茶杯 微微地抿了一口 直接到 今时不同往日了 你其实心里清楚 天龙世界 已经没有机会了 有独魔剩血的独魔势力 实力一旦超过 整个天龙世界 我们就不会是对手 哪怕再怎么努力 也只是垂死挣扎而已 听到秦明毫不在意的话 下方愤怒不已 他大喊道秦明 你还是以前那个秦明吗 那个永不言弃 那个拼死一搏的秦明吗 你看你现在在做什么 让天龙世界陷入内乱 死了无数武者 几百甚至快上千的龙镜武者 现在天龙世界就算全力以赴 也不是独魔势力的对手 还把有生力量杀了 你这是在帮助独魔势力 面对下方的歇斯底里 秦明淡淡到事情经过 你也知晓 是我们云城联盟挑起的吗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就像是一盆冷水 浇在了愤怒不已的下方头上 让他清醒过来 是啊 这一切是云城联盟引起的吗 不是 是那些势力引起的 丹武双绝 第2849章 羞愧 整个事情的经过 下方 一清二楚 虽然云城联盟开始做的不对 强行攻占那五座城池 但云城联盟 虽然攻占了城池 却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只是把那些人赶出了城池而已 而且 这一切都是连人自作主张 秦明出关之后 第一件事情 就是赔礼道歉 十万颗完美龙极丹药的赔偿 大方到不可思议 远足以弥补云城联盟 所犯下的错误了 而且 那些势力也接受 可以说 这件事情 就这么接过去了 但都是因为那些势力的贪婪 居然想要独吞十万颗完美丹药 在云城联盟大肆杀人 这才惹怒了云城联盟 云城联盟实力强大 故意挑衅云城联盟 这些势力 真是胆大包天 所以 云城联盟把那些龙镜舞者抓起来 以正视听 并没有错 那些势力的人 却是劫于放火 留言 无所不用其极 把那些龙镜舞者就出来了 若是云城联盟就此选择忍气吞声 那些势力肯定会得寸进尺 这事情 若是放在猎魔者协会 也会选择和云城联盟一样的做法 让人想不到的是 接下来的事情 超乎了众人的预料 那些龙镜舞者 不但不知悔改 还贪婪云城联盟的完美龙极丹药 以及莫须有的炼丹密法 从始至终 云城联盟都是受害者 他现在却在和受害者讲道理 想要让他放下恩怨 以大局为重 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所以 秦明冷冷的一句话 让愤怒的下方哑 口无言 我这不是在为天龙世界考虑吗 若是天龙世界被独魔势力攻陷 不管是云城联盟 还是其他势力 都会负面 下方冷静下来 他坐会椅子上 缓缓地倒 不错 你说的很有道理 秦明点头 话锋一转到这些话 你不应该与我说 应该和那些势力的龙镜无辙讲 你让那些势力停手 我云城联盟绝对不会再主动攻击他们 我们一起对抗独魔势力 独魔若是发起攻击 我们云城联盟挡在第一线 那么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我静候佳音 我 下方张了张嘴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如何静候佳音 他只是一个猎魔者协会的会长而已 猎魔者协会每一个分会 都有一个会长 他不能代表猎魔者协会 与那些势力谈判 而且 就算他能代表猎魔者协会 那些势力也不会理他 怎么 没有办法让他们停手吗 秦明给下方面前的空茶杯 针满茶 淡淡道 下方尴尬地摇头 他没有任何办法 秦明继续道 你又不是不了解那些势力 我若是有其他办法 事情也不会闹到这一步 事情从一开始就已经变位了 那些势力并不是与我们云城联盟有仇 而是因为云城联盟太过强大 他们觉得威胁到了自己 当然 若仅仅只是这样 我云城联盟可以用其他办法 让他们放下心中的担心 虽然这会让云城联盟有很大损失 但为了整个天龙事件 我愿意付出 单五双绝 第2850章 一拍 听到秦明真挚的话 下方抬起头 惭愧地看着他 秦明继续道 你应该很了解那些势力 他们绝对不仅仅只是觉得 云城联盟实力强大 对他们有威胁 而是因为贪婪 想要抢夺云城联盟的龙极完美丹药 以及莫须有的炼丹秘法 和我千辛万苦 在幻虚秘境中 得到的超越龙极精血石 这些东西 我能够给他们吗 给了他们 他们就会放下贪婪吗 下方摇了摇头 当然不能给 这些东西要是给了 只会让那些势力觉得 云城联盟软弱可欺 既需要更多的东西 直到贪婪的心 彻底把云城联盟吞噬为止 我们云城联盟 可以顾全大局 只是他们若不顾全大局 我们云城联盟 也只能奉陪到底了 云城联盟与独魔势力战斗 无数舞者牺牲 我不能让下面的舞者 既流血又流泪 我云城联盟的舞者 走到哪里 都是堂堂正正 不比任何人差 敢于轻视我云城联盟 敢于轻视 我云城联盟舞者的人 不管他是谁 都要给他颜色瞧瞧 秦明自正腔圆 底气十足道 听到秦明的话 下方除了羞愧 就只有羞愧 他发现 从始至终 他只是在为自己考虑 在为天龙世界考虑 可从来没有为云城联盟 和秦明考虑过 不管云城联盟的盟主之位 换成谁 都不可能让其他人 如此的欺辱 云城联盟若是实力极差 忍气吞声就算了 天龙世界 毕竟是强者的世界 弱者没有发言权 可云城联盟的实力极强 又一直在为天龙世界而战 这样的联盟 这样的势力 是充满血性的 绝对不允许其他人欺辱 看着下方羞愧的底下头 秦明微微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到有的时候 事情并不能让所有的人独满意 我只能做到问心无愧 至于天龙世界之后会如何 我们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了就行 尽力了 那么就对得起所有人 若是天龙世界最后罪的 被独魔势力占领了 我们已经尽力 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所以再怎么忧虑 再怎么着急 也没有丝毫用处 文言 下方摆摆手 不再言语 他深深地感觉到无力 看着事态越来越严重 看着天龙世界的越来越混乱 却是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实在太让人难受了 还好 今天他无理取闹说的话 并没有被秦明放在心上 这肩上的一拍 既是让他放宽心 也是原谅了他之前 对云城联盟的责怪 还能说什么呢 下方之前准备好的长篇大论 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站在天龙世界的角度 出来就没有考虑过云城联盟 准备好的长篇大论 被他深深地藏在心中 他站起身 给秦明鞠了个躬 颤颤巍巍地离开了 看着下方的背影 秦明暗暗地摇头 下方是真的为天龙世界着想 他可谓是操碎了心 但是秦明并不能把 云城联盟的计划告诉他 只能实事求是的给他分析 《丹武双绝》第2851章 众人的惊讶 哪怕下方再担心天龙世界 秦明都不能把计划告诉他 他的计划 越少人知道就越好 这关系到云城联盟 以及天龙世界的生死存亡 并不是不信任下方 而是那些势力的探子 无孔不入 这样也好 我也不知道 最后能不能打败独魔势力 给你太大的期望 最后却让你有更大的失望 还不如现在一点希望也没有 等到云城联盟彻底崛起之后 再让你看到希望 秦明淡淡一笑 把刚当的不愉快抛出脑后 他盘坐在地 开始炼制丹药 云城内 云城联盟的高层们 正在组织云城联盟龙境武者们 做着战斗之前的准备 而云城联盟的交进武者 大部分都在招待 想要加入云城联盟的交进巅峰武者们 与此同时 云城联盟也把免费完美涅槃丹的消息 在云城给放了出去 顿时引起轩然大波 一位身穿灰色短袖的舞者 听到云城联盟的工作人员 告诉他这个消息 吓了一跳你们是说 我就算不加入云城联盟 也可以得到一颗完美涅槃丹 这身穿灰色短袖的舞者 名字叫庆玄 他从兰州过来 希望加入云城联盟 得到一颗完美涅槃丹 但是他又担心云城联盟的未来 很是有些犹豫 完美涅槃丹的诱惑力 无庸置疑 但是现在云城联盟 正在和天龙世界的那些 顶尖势力战斗 若是他现在加入云城联盟 他担心 会不会被云城联盟 当成炮灰 天龙世界的那些势力 有多么强大 庆玄在 清楚不过了 有的势力有两三百年历史 有的甚至上千年 这么多年掌控天龙世界 他们的触角 已经渗透到天龙世界方方面面 这些势力的底蕴 超乎想象 虽然表面上看 云城联盟 以出其不意的方式 胜了几场 但是对那些势力的损失 只能称之为九牛一毛 而且 听说现在那些势力 正在其他州招揽人手 以天龙世界的底蕴 想来招揽个七八千 轻轻松松 毕竟云城联盟的完美龙级丹药 以及一系列的宝物 非常吸引人 所以现在加入云城联盟 要做好云城联盟 被那些势力打败的心理准备 若是云城联盟被打败 自己却加入了云城联盟 最后会有什么结果 命运如何很不好说 运气好 能够苟延残喘地活着 运气不好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所以 庆轩他一直在犹豫 他想要晋升龙境 但又不想死 现在局势看起来 云城联盟必败 可是完美涅槃丹 是他通往龙境的唯一方法 若是错过了 很有可能他这辈子 都不可能成为龙境舞者 但现在 他这种担心 全部都没有了 云城联盟 居然可以免费他完美涅槃丹 而不用加入他们 不止庆轩惊讶 其他听到消息的舞者 也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从开始的震惊 过了一会后反应过来 变成了疑惑 最后变成了担忧 看向云城联盟工作人员的眼神 满是怀疑 丹武双绝 第2852章 居然是真的 这个消息 怎么听都感觉是骗人的 天上有可能掉馅饼 有可能掉原石 但绝对不可能 掉完美涅槃丹 一颗完美涅槃丹 很有可能培养出一位龙境舞者 龙境舞者 可是天龙世界最强的战力 价值有多高 完全不可估量 也因此 完美涅槃丹的价值 也不可估量 从来没有完美涅槃丹 出现在市场上过 就算用再多的原石 也换不来一颗完美涅槃丹 而现在云城联盟的工作人员 告诉他们 每位交进巅峰舞者 都可以免费得到 一颗完美涅槃丹 而且 是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免费获得 甚至连加入云城联盟都不用 天底下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 要是真的有 也不会有无数的交进舞者 卡在交进巅峰一声 只能看着自己垂垂老矣 束手无策了 你说的是真的 庆旋不敢信心地反问道 云城联盟的工作人员 看到在场的舞者都不相信 直接从柜台中 拿出一颗完美涅槃丹 在登记好庆旋的信息之后 把丹药递给了他 庆旋的底细很清楚 不是那些势力的人 那么 按照傅盟主的交代 只要登记了信息的交进巅峰舞者 就可以直接给他一颗完美涅槃丹 若不是担心 舞者重复领取 连登记这一步骤都可以省了 看着手中的完美涅槃丹 庆旋脸上满是惊艺 想要高兴 可无论如何 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打心里 他不相信这是事实 可是手中的完美涅槃丹 又确确实实地在面前 由不得他不相信 幻得幻失中 庆旋西记地看着云城联盟的工作人员道 就算我不加入云城联盟 拿着这颗完美涅槃丹离开 也可以 可以 云城联盟的工作人员 很耐心地点头 我拿了完美涅槃丹 什么都不用付出 庆旋再次问道 什么都不用付出 工作人员再次点头道 庆旋还要再问 再三确定 云城联盟的工作人员 直接倒放心吧 云城联盟也不是第一次送东西出去了 完美龙极丹药 以及无数资源 只是这一次送的东西 特别珍贵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听到云城联盟的工作人员自豪的话 周围的舞者面面相去 这时 众人才反应过来 确实如此 云城联盟确实经常送东西 就说完美丹药 居然用市场价出售 这简直和白送一般 难道云城联盟的人 不知道完美龙极丹药供不应求 可以翻几倍的涨价吗 当然知道 云城联盟如此强大 连一个普通舞者都知道的事情 云城联盟怎么可能不知道 特别是在独魔势力威胁越来越严重 丹药的价格持续上涨时 云城联盟的丹药价格 还和以前一样 这不是白送是什么 可谓是抢到就是赚到 奈何只有少量商队 才能从云城联盟手中拿到货 云城联盟一直有随意赠送的习惯 似乎今天赠送完美涅槃丹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就是云城联盟的做事方式 丹舞双绝 第2853章 舞者的担忧 庆旋看着手中的丹药 愣在了原地 听着云城联盟工作人员的话 庆旋才终于确信 这丹药就是送给他的 毕竟在场舞者无数 云城联盟又是大势力 不可能在公正面前说的话 也会反悔 而在庆旋的舞者们 看着他发呆 一些人忍不住急了 把他挤了出来 被挤出来时 庆旋没在乎其他事情 而是把手中的完美涅槃丹 牢牢抓好 给我一刻 给我一刻 我的实力 也是交进巅峰 我一刻 我从来没有 加入那些势力过 很快 庆旋就被挤了出去 站在人群外面 看着蜂拥 朝内籍的舞者们 心中感叹非常 庆旋并没有急着 把完美涅槃丹服用 而是在这里站了一会儿 云城联盟的工作人员 就只是登记这些人的信息 而后就会发放丹药 确实如同他们所讲的 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就是在免费赠予 除了几个身份可疑 加入了那些顶尖势力的舞者 没有得到完美涅槃丹之外 所有在场实力 达到交进巅峰的舞者 都无偿得到了一颗完美涅槃丹 在场除了有交进巅峰舞者之外 还有一些交进 甚至舍进舞者 他们只能羡慕地 看着一个个交进巅峰舞者 手中的完美涅槃丹 很多舞者受不了刺激 紧紧地握着拳头 暗暗发誓 以最快的速度 把舞到实力提升到交进巅峰 谁也不知道 云城联盟赠送的完美涅槃丹 能够到什么时候 错过了这个机会 再想得到珍贵无比的完美 涅槃丹可能性几乎为零 没有想到 云城联盟真的把完美涅槃丹 免费送给我 沁玄难难自语 现在不用纠结 要不要加入云城联盟了 他心中已经下定了决心 若是他服用完美涅槃丹 侥幸突破交进 成为龙境强者 那么他就义无反顾地 加入云城联盟 不就是和那些势力战斗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云城联盟无偿地赠予舞者们丹药 如此壮举都做得出来 沁玄不相信他会输 就算最终云城联盟输了 沁玄也认了 这么好的势力 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都搭进去 第一次 沁玄感觉到 天龙世界并不是所有的势力 都是以利益为重 还有一些势力 如云城联盟 他们是真的关心普通舞者 无偿赠予完美涅槃丹的消息 在极短的时间 在舞者自发宣传下 传遍了整个天龙世界 要问舞者最关心的是什么 当然是自身的实力 而完美涅槃丹 可是舞者通往龙境的一条便捷道路 云城联盟 发放完美涅槃丹 如此大的事情 又怎么不会被舞者们津津乐道呢 本来有很多交进巅峰舞者 想要完美涅槃丹 又担心加入云城联盟 最后云城联盟一败涂地 他们也跟着倒霉 而现在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他们心中的担忧 全部消失不见 先拿了云城联盟的完美涅槃丹 再说 反正是免费的 若是云城联盟 在战争中取得了优势 或者打败了那些势力 他们再加入也不迟 单舞双绝 第2854章 一万龙境武者 谁都知道 现在独魔势力 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 舞者们的性命岌岌可危 而实力越强 越有可能在这场战乱中 最终活下来 现在有如此好的一个机会 那些交进巅峰的舞者 当然不愿意放弃 交进巅峰舞者 横跨一个州 并不是很危险 也因此 很短的时间内 无数的交进巅峰舞者 从其他地方 来到了云城 有很多交进舞者 在领取了完美涅槃丹之后 就离开了云城 但是有更多的交进巅峰舞者 在领取了丹药后 加入了云城联盟 天龙世界普通舞者中 龙境舞者很少 交进舞者 相比龙境舞者 要多得多 就只有三天世界 加入云城联盟的交进巅峰舞者数量 就达到了七千 这还是因为 还有很多交进巅峰舞者 没来得及赶过来的原因 云城联盟的舞者们 看到加入联盟的舞者越来越多 都欣喜不已 而云城的盛况 也被隐藏在云城中的探子 把消息传递了出去 很快 那些势力就知道了云城联盟的现状 这早就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但是确确实实的消息传来 还是让他们胆战心惊不已 云城联盟的实力又强大了 若是他们不能把云城联盟压制住 真的有可能 云城联盟会把天龙世界统一了 天龙世界统一 他们这些与云城联盟作对的势力下场 只会有一种可能 全军覆没 鸡犬不留 秦明做事极其果断 可是杀了一 百多龙镜舞者俘虏 而且把那些龙镜舞者背后的势力 都一并吞了 直系亲属 全部斩杀干净 财产没收 有过前车之剑 若是他们投降 估计下场也不会比那些俘虏好多少 云城联盟的威胁 让他们紧迫起来 天龙世界的各个势力 关系本来就错综复杂 甚至到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地步 势力联姻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现在云城联盟的实力继续增加 威胁更强 他们顾不上其他 使出了十二分力量 利用自己的关系 找那些势力谈判 在云城联盟的压力下 只花了五天时间 他们就集合了一万龙镜舞者 在人数达到一万之后 他们就回到云蓝森林集合 越是拖下去 变故越多 他们已经有一万龙镜舞者了 已经有了碾压云城联盟的实力 再继续招揽势力 只会让他们反云城联盟 打败云城联盟之后 得到的战利品大大减少 在有了足够的实力之后 在骑游的带领下 反云城联盟迫不及待的 就要灭了云城联盟 云蓝森林空旷处 骑游高高站在上方 看着下面的舞者 意气风发 反云城联盟 现在已经有一万人了 经过他周旋 这些人都愿意接受他的领导 这一次 他若是带领 反云城联盟的龙镜舞者 打败了云城联盟 那么他的声望 将会高到五与伦比的地步 天龙世界 是他们这些势力的天下 只要获得了他们的支持 统一整个天龙世界 轻而易举 丹舞双绝 第2855章 浩浩荡荡 岂由现在想的 不是怎么打败云城联盟 而是想着 一统天龙世界 这么好的机会 总算给他等到了 云城联盟 只有一千龙镜舞者 哪怕现在因为完美 涅槃丹的原因 有一些龙镜舞者 加入了云城联盟 但最多只有一千一百龙镜舞者 至于那些交境 巅峰舞者 他们要想突破交境 还得等两个月 而且 他们就算突破 实力也只是龙镜初期 等到那时候 他已经彻底把云城联盟灭了 已经统一了天龙世界 到时候 一盘散沙的普通龙镜舞者 还不是任他摆布 岂由想着美好的未来 嘴角扬起了兴奋的笑容 等了一下 等到所有的龙镜舞者 都在台下集合后 齐游高呼到各位 我们反云城联盟 有一万龙镜舞者 是实打实的一万人 以我们的实力 对付云城联盟 轻轻松松 灭了云城联盟 所有的完美龙极丹药 所有的资源宝物 都会与各位平分 下面的反云城联盟 龙镜舞者们 听到齐游的话 兴奋不已 这是齐游早就答应他们的事情 现在又强调了一番 在如此大庭广众下 把奖励说出来 齐游不可能把这话收回 云城联盟的富裕 整个天龙世界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若不是云城联盟富裕的同时 实力也很强 他们早就对云城联盟动手了 而现在 借着这次机会 他们集合在一起 以碾压的实力 扫平云城联盟 到时候 云城联盟的完美龙极丹药 以及那珍藏的十颗超越龙极的精血石 就属于他们了 看着下方舞者情绪激动 士气高昂 其又没有再多说什么 大手一挥 大鹤岛出发 灭了云城联盟 一万龙镜舞者腾空而起 云南森林中 无数的元兽 吓得瑟瑟发抖 他们朝着云城飞去 一路上肆无忌惮地把气势放出 经过城池时 底下无数的舞者 惊恐地看着上方的龙镜舞者 一万龙镜舞者的气势 可谓是铺天盖地 哪怕是他们飞得很高 也是有一部分气息 被下方的舞者感应到 一座座城池内的舞者 吓得魂不附体 在一万龙镜舞者飞过去之后 疯狂地议论起来 和其他舞者说话 一方面是魏姐刚刚受到的惊吓 一方面也是因为一万龙镜舞者 这件事情太过惊人了 一万龙镜舞者 我的天啊 我从来都没有 看过这么多龙镜舞者 是啊 我上一场看到云城联盟的 一千龙镜舞者 那气势铺天盖地 而现在却是一万龙镜舞者 别说放出气势了 就算光站在那里 都会让我受不了 他们朝那个方向去 那个方向是云城 天啊 他们要去云城 与云城联盟战斗了 完了 一万龙镜舞者 云城联盟绝对挡不住 无数的舞者议论着 很多人在关心 云城联盟的安危 这一次 云城联盟 把完美涅槃丹免费发放 让无数的普通舞者 敬佩不已 单舞双绝 第2856章 来到云城 虽然大部分普通舞者 现在的实力 没有达到交进巅峰 甚至大部分普通舞者 这一辈子 都没有机会达到交进 但是不妨碍他们幻想 幻想着自己有一天 舞蹈境界也能达到交进 那么再努力修炼一番 达到交进巅峰 就有可能得到完美涅槃丹 突破到龙镜巅峰了 云城联盟 赠送完美涅槃丹 相当于给了普通舞者一个希望 一个能够进阶龙镜的希望 因为云城联盟的这一次赠送丹药 很多舞者开始奋发图强修炼 本来因为修炼实在太难的原因 已经放弃突破龙镜的普通舞者 看到了一线希望 又开始奋斗 现在猛然间 有一万龙镜舞者 朝着云城联盟杀去了 若是云城联盟 真的被他们灭了 他们以后哪怕达到交进巅峰 岂不是没有了完美涅槃丹了 他们不相信 这些势力在灭了云城联盟之后 在得到无数完美涅槃丹之后 会把完美涅槃丹分给自己 无数舞者担忧着云城联盟 可是他们没有丝毫办法 这可是一万龙镜舞者 就算他们现在过去帮忙 也没有丝毫作用 天空中 看着越来越近的云城 岂由心中激动不已 他已经暗暗决定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只要到云城 立马就对云城动手 秦明是圣血舞者 也许很强 也许实力达到了天龙世界最巅峰 但是他身后 可是有一万龙镜舞者 哪怕秦明再强 都不会是一万龙镜舞者 得对手 希望秦明不要独自逃跑 否则我就算能灭了云城联盟 也不可能杀了秦明 岂由心中有一丝丝担忧 虽然反云城联盟有一万龙镜舞者 但是没有圣血舞者 根据情报 秦明的实力极强 他们这一万龙镜舞者中 包括他自己 没有谁是秦明的对手 若是秦明不保护云城联盟 一心想着逃跑 那么以他们的速度 肯定追不上他 而且 想要围杀一位龙镜后期的圣血舞者 除非有与他实力相差不大的舞者 或者速度能赶上秦明 否则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只希望秦明不会丢下云城联盟 自己一个人逃跑 齐游心中暗暗期盼 根据情报 秦明重情重义 照理来说 不可能会丢下云城联盟 只是因为那炼丹秘法 实在是太过重要 齐游才会患得患失 齐游太清楚 独魔势力的实力了 除非他有炼丹秘法 以炼丹秘法 培养无数龙镜舞者 否则 就算他统一了天龙世界 也不是独魔势力的对手 别看他现在一起风发 齐游清楚 这都是因为他们现在是利益共同体 反云城联盟成立的时间并不长 矛盾还没有凸显 而若是面对独魔势力 没有任何好处 队伍中很多人 就会想着离开 就算秦明逃跑了 我最终统一了天龙世界之后 出动无数舞者 总能把他围住 齐游看着越来越近的云城 眼中杀意滔天 他要打云城联盟 一个措手不及 就像是云城联盟偷袭运城那样 丹武双绝 第2857章 静云城 看着近在咫尺的云城 一万龙镜舞者脸上 都带着嗜血的贪婪 眼中杀鸡外露 云城联盟的富裕 整个天龙世界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哪怕是一万人分 也能让他们盆满钵满 还没等齐游下命令 他身后的一万龙镜舞者 就争先恐后地飞了下去 似乎谁慢一点 就得不到宝物一般 见着属下乱哄哄地飞下去 齐游皱着眉头 张了张嘴 阻止地命令到了嘴边 又咽了回来 他虽然是反云城联盟的盟主 但他的威望并不高 若不是因为是他召集的这些舞者 云城联盟盟主之位 绝对不会是他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算让这些人强行听命令 他们也不会遵从 自己命令下了 联盟中却没有人听命 若真的出现这种情况 对他威望打击是致命的 不过没关系 只要在他的带领下 把云城联盟灭了 让手下得到大量好处 那么他的威望 就会变得如日中天 杀 齐游大吼了一声 在拥挤的人群中 朝着云城杀去 就如同其他人向着云城冲杀 是他下的命令一般 实际上根本没有人在意齐游 他们现在眼里 只有底下的云城 以及里面可能存在的完美龙脊丹药 呼呼呼 一万龙镜舞者遮天蔽日 朝着云城压来 从远处看 云城虽然蓬大无比 但在这一万龙镜舞者的压迫下 显得摇摇欲坠 别说战斗了 光看着气势 一般的龙镜舞者 都生不起丝毫抵抗之心 而作为这一万龙镜舞者中的一员 他们无比自豪 手中的兵刃 已经饥渴难耐 士气高昂地俯冲而下 哄 一声乍响 在一万龙镜强者的气势压迫下 云城中有很多房屋被压塌 预料中的抵抗 并没有出现 一万龙镜舞者 站在空荡荡的云城街道上 不知所措 他们朝着各个街道 以及云城联盟的总部去搜寻 没有任何舞者 整个云城变成了一座空城 人呢 跑了 很明显 云城联盟已经先一步撤离了 里面的建筑并不值钱 值钱的宝物 已经全部被云城联盟带走 千辛万苦的搜寻 只是在地窖中 抓住了两位普通舞者 在几位龙镜舞者的扣押下 这两位普通舞者 待到齐游身前 齐游气急败坏地问到云城联盟的舞者呢 他们可是气势汹汹地过来 为这一天他准备了许久 这就像是重重的一拳 打在了棉花上一般 让人极其憋屈 不止齐游愤怒 其他反云城联盟的龙镜舞者 更是愤怒 他们可是指望着 抢夺云城联盟的完美龙极丹药 现在来到云城 什么都没有 期望越大 现在失望也就越大 两位实力只有蛇镜的舞者 被一万龙镜舞者包围着 吓得瑟瑟发抖 说不出话来 问你呢 请名他人呢 齐游身后 一位光头龙镜舞者 抬起脚 就是踹到了出去 把其中稍微矮些的蛇镜舞者 踢倒在地 口吐鲜血 另外一位蛇镜舞者 连忙抱着头蹲在地上 单舞双绝 第2858章 空 看着两人如此模样 那光头舞者更加生气了 又抬起脚 打算一脚踢死两人 还好旁边的舞者反应快 及时把他拦住了 岂有眼睛斜瞟过光头舞者 脸色铁青 这完全是不把他当回事 堂堂的联盟之主说话 一个普通的舞者 就随意地插手 光头龙镜舞者心中 明显没他的位置 完全是把盟主这个位置 当成了空气 可齐游不能发火 他现在没有威望 一旦他发火 对方反抗 那么他的威望 就会受到更大的打击 到时候 底下的很多舞者 可能会闹腾起来 而以他在联盟中的人脉 一旦压制不住这场闹剧 那么以后 更不会有人听自己的 还好光头舞者被拦住了 不然齐游下不了台 齐游的目光 看了一眼那几个云城联盟长老 他们不为所动 心里冷冷地哼了一声 这些长老肯定希望他颜面尽尸 这样 他们就有可能 得到这个盟主之位了 说不定这光头舞者 就是他们 钟某人指使的 齐游没有说什么 他上前一步 拍了拍那位 蹲在地上的蛇镜舞者 轻声道别紧张 只要把你知道的事情 都告诉我们 我们不会杀你 文言 那舞者抬起头 小心到大 大人 我一定知无不言 齐游点点头 问到 云城内的舞者呢 都去哪里了 那舞者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我来云城的时候 这里就空无一人 正在我们好奇不已时 你们就过来了 齐游又问了一些 这舞者确实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但什么情报都没有得到 正在他心烦不已时 那光头龙镜舞者猛然一脚 把这地上的舞者踹死 大骂到废物 什么都不知道 另外一个躺在地上 正瑟瑟发抖的舞者 看着自己同伴不成人样的尸体 更加恐惧了 他同伴的经历和他相同 他也什么都不知道 岂有脸色不好看的站起身 刚刚问得的情报 他已经可以确定 云城联盟在他们出发之前 就已经离开了云城 不管是云城联盟 还是他们反云城联盟 所用的战力 都是龙镜舞者 也因此 想要得到彼此的情报 是非常困难的 或许监视一个龙镜舞者 以他们彭大的情报组织 可以轻易办到 但是监视一千个龙镜舞者 就根本不可能了 对方可以把监视的人 轻易地包围 所以 西游出发时才非常放心 云城联盟一定没有得到 他们出发的消息 就算得到 也来不及了 云城联盟 也确实没有得到 他们进攻的情报 只是他们先一步地离开了 不想和我们正面对战 齐游皱着眉头 思索解决办法 若是正面决战 云城联盟必输无疑 哪怕有无穷无尽的龙极丹药 也改变不了最终的战斗结果 可若是云城联盟避而不战 那么想要围住堵截 把云城联盟彻底拦住 这就很困难了 那么该如何才能打败云城联盟 彻底把他灭了呢 丹武双绝 第2859章 奋兵 要不我们奋兵吧 一位长老忽然说道 他的话其他长老很是赞同 联盟复合到不错 只要我们奋兵 肯定很容易就找到云城联盟 听到这些长老的建议 齐游吓了一跳 奋兵 这哪里是奋兵 这分明是在奋全 若是奋兵 那么就会有一部分舞者 不受他的控制了 时间一长 那些舞者可能就不会听他这个盟主的命令 到时候 就算再集合在一起 人心都散了 队伍他 如何待得好 这个联盟之主的位置 可就是形同虚设 不能奋兵 云城联盟诡计多端 我们一旦奋兵 很有可能会被各个击破 可不要忘记了 在运城发生的悲剧 一旁的副盟主齐言 联盟地否决了他们的提议 有一个人帮自己说话 齐游联盟接着话得不错 我们不能奋兵 我们之所以集合一万龙镜武者 才来对付云城联盟 为的就是以碾压的优势 让云城联盟 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一旦奋兵 就算找到了云城联盟 可在云城联盟抵抗下 哪怕我们赢了 也会损失惨重 这里每一个舞者的性命 都很宝贵 我希望以最小的代价 灭了云城联盟 而不是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听到齐游关心自己的性命 下面不少龙镜武者 都拥护齐游的建议 一万龙镜武者聚集在一起 才给了他们 与云城联盟对抗的勇气 一旦奋兵 那么真的遇到云城联盟 很有可能会被云城联盟灭了 云城内可是死了不少龙镜武者 他们虽然贪婪 但也知道云城联盟可不是那么好对付 可不想着好处没得到 最终却丧命于此 副盟主和盟主 以及下面的舞者 都拒绝奋兵 那几个长老也就不再多说 虽然他们的权力很大 但是一旦 公然与盟主作对 又得不到底下的舞者拥护 很有可能会被撤职 盟主之位可以慢慢谋夺 一旦长老的位置丢了 盟主之位可就彻底无缘了 奋兵的提议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现在我们要做的事 先把云城联盟舞者的位置找到 才能把他们消灭 齐游说道 长老们都点点头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连敌人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们又怎么能消灭敌人呢 齐游并不着急 云城联盟的位置 很快就会有人送过来 他们这些势力集合在一起 组成了反云城联盟 以他们的情报实力 云城联盟只要在天龙世界中 就绝对隐藏不了 果然 没多久 一位情报舞者 就从远处飞来 云城联盟在哪里 齐游直接问道 情报舞者汗流雨下 他大口喘息道不 不好了 云城联盟在进攻启梦城 进攻启梦城 众人面面相去 云城联盟这事 在干什么 启梦城离云城很遥远 不是云城联盟占领的 四十座城池之一 难道云城联盟 不要他们占领的城池了 去抢夺新的城池 四十座城池 说放弃就放弃 丹舞双绝 第2860章 云城联盟在哪 其他人不知道 云城联盟在干什么 但有几个龙镜舞者 听到云城联盟 在经过启梦城 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完了 启梦城是我的城池 以云城联盟的实力 现在启梦城肯定 已经凶多几手 一位舞者喃喃自语 浑身无力 闻言 在场的其他舞者 脸上都露出同情之色 城池被云城联盟占领 那么在城池内的势力 肯定会被云城联盟 一同清理了 而且 这一次云城联盟进攻 很明显是突然袭击 启梦城内的势力 肯定没有提前得到消息 没有提前得到消息 启梦城被占领 那么那些势力 多半一个也逃不了 我的 翠儿 啊 我的家没了 哭泣声 悲伤的叫声 几个龙镜舞者好天哭地 极度悲伤 听他们的哭喊声 很明显 他们的家人就在城池中 而现在 城池被云城联盟攻打 以云城联盟的实力 启梦城完了 以秦明的做事方式 他们的势力也完了 家人多半被杀 从此 他们就成了孤家寡人 想到这 其他龙镜舞者 更是同情 忽然间 有一位龙镜舞者 大叫到不好 我的城池在启梦城旁边 云城联盟会不会 不行 我们不能在这里 我要把我家人接出来 与此同时 其他舞者也在担心 有的在担心自己身后的势力 有的人在担心家人 有的人担心放在城池中的财物 他们是否加入云城联盟 以云城联盟的情报 肯定查得清清楚楚 而以云城联盟的做事方式 一旦攻破了城池 必然是鸡犬不留 人全部杀了 财物全部带走 而那些城池 云城联盟肯定不会想着永远占领 也就是说 云城联盟根本不会顾忌 城池是否有损伤 很大可能云城联盟 把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 带不走的就一把火烧了 只要自己所属的城池被攻破 那么自己就成了孤家寡人 在城池内的财物 也会全部被云城联盟夺取 没了势力的支持 哪怕他们是荣禁武者 也不可能如同以前那般享受了 想要资源 只能自己一点点亲手去获取 而不像现在 只要躺在城池中 就会有人把资源送到手中 也就是说 失去了势力之后 他们就只是一位普通武者 虽然实力达到了龙境 但和普通武者一样 四海为家 想要再重新建立势力 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时间 要知道每一个势力 都需要无数的交进武者 为自己办事 需要很多舍进武者 需要无数盟友 也只有这样 才能称此为顶尖势力 否则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 哪怕建立了势力 又有什么用呢 一想到失去了势力 失去了城池 自己将会变得一无所有 很多武者都担心不已 一时间 就因为云城联盟 攻破了启梦城 整个反云城联盟的队伍 都变得人心惶惶 云城联盟可以攻击启梦城 那么下一个城池 就很有可能是他们自己的 虽然概率不大 但哪怕有一丝可能 他们都担心不已